庞超这个手的距离 画了一米多 而腰胯基本上没动 所以连十公分都没动了 大家呢现在练这个太极拳 为什么这个一直出弓慢 还是对太极拳这个蝉丝 没有掌握好 下面呢让庞超做一遍 这个外边的画圈 平时大家看到的 好 你看 庞超挺一挺 他这个手的动作 你看他现在很明显 就是手的动作 画得特别大 而腰胯的动作做得特别小 庞超这个手的距离 画了一米多 而腰胯基本上没动 所以连十公分都没动了 咱这个弓呢 是练腰胯单田的弓 而不是肢体的弓 所以说肢体做得太多了 咱们练蝉丝是腰胯运动 单田运动 所以说你的手可以不动 但是你的腰胯一定要是 一定是动的 现在大家练这个太极拳呢 咱们圈啊 可能动作大了一点 因为洪金先生讲啊 由大到小 咱们下一步呢 准备这个 推一步这个 小车的课程 由大到小 逐渐的挂下深入 大家可以加屏幕下方的微信 学习一下这个课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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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one uhan 是有捧场 也就是神员 谢谢观看